第2B 只干防守 红球跑到了带口 不过运气还行 白球被绿球挡住 火箭直接走过来比划了下 看样子是要打算进攻 因为现在极限防也没有好的线路可以挡住 或者破坏掉这颗红球 非常漂亮的扎杆弧线 火箭勾进了红球成功上手 现场球迷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好 我是看台球的冯宫 本期给各位分享的是2009年大失赛决赛 而是阿里文与塞尔比在这场决赛中的争夺 异常激烈 火箭从5比7落后的局面下连拿三局 而塞尔比也是顶住压力 及时的一个粘杆制胜 把比分追成了现在的8比8 现在随先拿下这局 谁就更有希望收获最后的冠军 以15万英镑的奖金 对于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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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关注 对于红球 不过红球 33分钟 下来 一根黃球,誰也沒想到奧沙利文會出現失誤 在這緊要關頭來這麼一出,霍劍也是無奈的笑了笑 沙爾比的防守非常高位,只留下左側冰庫的紅球給奧沙利文 不過這算是正合火箭之一,因為奧沙利文現在是落後的一方 冰庫的紅球早晚都需要注意 沙爾所在的十次回球,奧沙利文的這套防守更加無情 把兩個紅球擋得結結實實,現場球迷也是再一次響起熱烈的掌聲 沙爾比現在有些頭打,這種球型分布,想要解到球對於他來說問題不是很大 可是想要解到,還不留機會的話,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 我們來看看他會怎麼解決這個斯諾克 我們繼續看來聽聲明 而你看到我們 Durch的職聽,你能看到她的收視,他們真的喜歡這種掌聲 然後為什麼不需要 这里是 Smuka这是最早 大家知道的是这ノ避 flag list gli愿意选择 毫無 history with a case味方的 iyad håisés 只要一瓶杜费 写得非常漂亮 虽说是留个中代机会 但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我们来看看被球迷称为中代王子的火老师 能搞定吗 没打进 一样给塞尔比留下中代的机会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分数 塞尔比领先33分 他只要收下桌面上最后的两颗红球 就确保超分 形势对奥沙利文而言 似乎不太乐观 他在谈谈 如果他在红球里面 但我认为他要把红球里面 他会需要一颗红的红球 红球里面 Vicky would like to see 红球里面 和红球里面 一颗红球里面 一颗红球里面 会有更好 一颗红球里面 五颗红球里面 他感觉是蚂蜜点适合的蚂蜜 我觉得蚂蜜的一种适合蚜 他仍然仍然在阻挡手 但在他阻挡手上的阻挡手 他仍然改变他 他仍然是当他买到逛堂 但他确实他将将被阻挡手 在阻挡手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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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比这盘咖啡可是有些难度 没能打劲 比赛的进程再次发生改变 这种时候不但球员会收紧 连看比赛的球迷都会分整一起紧张 刚才塞尔比老婆的表现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他必须要比赛的黑色的赛 来得到达这篇球迷这一分钟 但做这个设计是非常困难 但什么机会有连续迷的连续 他永远连续迷的另一篇球迷得比赛 有一个途律的连续迷 有一个途律迷的赛的黑色 阿莎利文必须要青台才能获胜 可是篮球在路边这是一个难点 同时也有可能是这场比赛的转折点 中央的转折点 我们看看 很难 当中央的转折点 这不是很简单 这不是很简单 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不是很简单 他能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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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中央的转折点 他能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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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看塞尔比 能不能顶住压力 收下这颗远台篮球 他能够的转折点 他能够的转折点 他的转折点 他能够放中画面 他的转折点 他的转折点 他是提供的转折点 他进连他 他能够的转折点 他能够达不大 他能够的转折点 他能任何昨天 因为台没打进又一次给伙计留下了中带 同样这颗中带难度不小 不但粉球会有影响 而且白球还贴酷 关键时刻奥沙利文手势一点都不会抖啊 这趟压门力太强了 又是一个高难度中带 火箭中带王子的通靠果然不是白交的 奥沙利文打进黑球成功一攻绝杀 最后仍然走人的时候 比较赡和霸气 但一样是鸡翘的 方法 丝尾西辰 谢谢大家